原标题,微软,百度等大咖抢着来这里,竟然是为了这个大目标。 2012年9月,广州南沙新区正式成立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。 南沙新区做足了海洋里的文章,拥有着803平方公里的南沙新区,在陆地上也正在快马加鞭。 2012年9月,广州南沙新区正式成立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。 南沙新区做足了海洋里的文章,拥有着803平方公里的南沙新区,在陆地上也正在快马加鞭。 在南沙新区一处名为独角兽牧场的空间格外引人注目,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微软孵化器。 这里为石腰取名独角兽牧场,微软进驻南沙到底要做石腰。 微软副总裁 独角兽牧场已经入驻了十几个青年科创团队,每个项目虽然青涩,但充满着梦想要成长为一只独角兽,还需要精心的孵化。 这是微软在南沙新区的一个小木。 标 微软的大目标又是石腰呢? 11月17日,微软高管青帅多位独角兽和投资人红向南沙参加一场人工智能峰会。 邹佐吉 我相信现在人工智能的年代,人才是绝对不够,所以在这个孵化器下,我们要加强培训,就是特别做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培训。 像大数据的科学家现在不单是在中国,全世界都非常缺,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在南沙在新的环境下,培养这些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科学家。 在丝绸之路的最南端,培养人工智能的科学家,这或许只有今天强大的中国经济,才能感激及的目标。 眼下,微软有意在南沙新区建立自己的人工智能研究院,而共,多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,也开始向南沙新区聚集。 而新区政府,则更愿意由此站到世界级产业的最前端。 南沙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潘玉璋,我们南沙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级新区,我们创新产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方向,我们也希望能引进像这样的平台,所以我们和微软的合作应该说是一拍即合。 湘江集团总裁 我们内部的创新,对于我们湘江集团一个传统的产业,我们从家居上冒流通这样的实体企业,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说必须我们跟互联网结合,同时我们现在要跟人工智能企业合作,这样我们才能未来有更大的发展。 走在南沙新区,今天看到的企业标示不仅有微软,享有中国互联网建筑师的美誉亚信科技,百度技术大牛创立的小马智行,和人脸识别国家对云从科技都已在新区安营扎寨。 丝丑之路上研发人工智能的一个具体点,正在中国的南沙悄然建立,半小时观察,新作为构建新时代里的新思路。 修最好走的路,卖最好的货,做最前端的科技,同时提供最好的服务,这就是广州人在南沙新区走下的脚印,古老丝丑之路上合作共赢,互联互通的商业精神,让曾经广州城的西伯利亚,正在变成一个地处南中国沿海核心位置的中心。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出,开放带来进步,封闭必然落后,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,坚持引进来汉走出去并重,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,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,形成陆海内外联动。 东西双向护计的开放格局,南沙新区正在用广东一贯的务实作风,创新丰富着思路精神,践行着新区的使命,责任编辑刘光博。